为了搞清沃特公司 为什么要给太阳女孩 注射五号化合物 超感侠准备通过 接触探测太阳女孩的内心 可刚握住女孩的手 就被女孩硬生生掰断 好在就是简单的骨折 简单包扎后 让她用另一只手尝试 法兰奇上前握住了 女孩的一只手 轻轻安慰 而超感侠 则握起了女孩的另外一只手 这一次他成功了 他看到了一个小渔村 里面是一伙卡拉米的聚集地 女孩则是组织里的杀手 比利知道了 原来沃特公司 给女孩注射五号化合物 就是为了制造超人类卡拉米 如果这类人出来危害社会 那么能对付他们的 就只有超级欺人队 见此比利提议立马 抹掉女孩 虽然法兰奇极力解释 但是比利心意已决 见此情形 女孩主动握起了超感侠的双手 让她窥探自己的内心 原本女孩 静静生活在一个小山村里 突然一天夜了 卡拉米们袭击了他们的村庄 不禁抹掉了她的父母 还绑架了她和她弟弟 并被卖到了这里 听完超感侠的叙述 比利暂时放弃了 抹掉女孩的想法 随后 比利拿着五号化合物 找到了FBL以前的老领导学姐 希望曝光沃特集团的